在昨天的金牌调解 我们接触了来自辽宁的母女 母亲陈女士和女儿小陈 作为此次调解的诉求方 陈女士说她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改变女儿 虽然女儿马上就是大学生了 但陈女士却是一百个不放心 她担心上了大学之后 女儿会把一些不良习惯延续下去 严重影响大学的生活和学习 她这个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玩 特别懒散 她几乎24小时都在玩手机 除了她睡觉的时候 手机是不离手的 但是我感觉跟手机没有关系 我觉得玩无上智 对学习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是因为不想上学 所以 不管是因为玩手机也好 厌学也罢 小陈读到高二就辍学了 为了让女儿端正学习态度 陈女士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就是说对学习这么抗拒 那我想了另一个办法 我就想让她出去打工 体现一些生活这种间隙 锻炼锻炼 对 她尝试了五份工作 最长的一份工作 坚持了能有二十天 最短的半天 没有一件事 我觉得她能辞之以恒的 原本想让女儿通过打工的体验 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没想到女儿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被老板辞退后 依然不肯回学校念书 就在母女关系僵持不下之际 小陈搬到了老爷家 随后又在老爷的资助下 参加了议考 陈女士说 女儿仗着由老爷撑腰 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因为我父亲的妮爱 现在用在她身上了 跟以前逛我 曾经逛我是一模一样的 她会觉得我过于严苛 她反而觉得特别愿意 在父亲身边 陈女士跟父亲 在教育方式上 一言一松的反差 让女儿越来越抵触自己 而自己在女儿面前的微信 也逐渐丧失 陈女士担心再这样下去 女儿会变成 谁也管不住的小霸王 那么小陈在老爷家 这一年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陈女士觉得 女儿身上的问题 是老爷的溺爱所知 买电话也是最好的 一来伸手 发来账扣 她现在都已经20岁了 在我母亲家生活一年了 她不吃我母亲做的饭 然后我父亲要天天 上外面去给她买饭回家吃 就甚至到现在 还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家里人也都看 对 家里人也都看不惯 而且就是说孩子 现在你看了 我们家没有胖人 就唯一出这么一个胖子 就是说人 一旦营养不均衡 还有就是太懒了 就是不运动 都会造成肥胖 我天天去健身玩 就是现在减肥嘛 已经开始了 十多天了 这四五天又开始不去 这说呢没有用的 不是 不是没去 就是偷了两天来 因为我腿疼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舅舅也看出 孩子的一些问题 就说太胖了 因为他这个吃饭 我父亲就是说 他爱吃什么 就得给他买什么 就这种态度 然后大家都说的 说你不应该 在这样宠着他 你父亲什么反应 人家家孩子都能吃 他为什么不能吃 在他的心中 他认为孩子 是单亲家庭的 缺少父爱 他觉得孩子挺可怜的 所以他多做一点 多爱一点孩子 多一点关心给他 他是这么理解的 我说但是你关心 应该是有度的 有原则的 不能是说 无条件的去认什么 甚至我很讨厌我父亲 就是说 在我管孩子的时候 训斥他什么之类的 我父亲 他一贯的做法 就是掐着腰去除来了 就指责我 那个什么 说孩子 对对对 一点点 我在孩子中的微信 也就没有了 他在我母亲家生活这一年 我母亲也不断地去 跟我沟通 说孩子一个恶习 生活习惯了 我母亲也是非常看不惯的 跟我父亲一说 我父亲就跟他吵 我母亲无奈 他只能跟我沟通 然后孩子吧 就认为好像是 他姥姥在跟我告状 弄得跟他姥姥的关系很紧张 就两个人像仇人似的 在一个屋里坐着 都不说几句话 我妈妈跟他说什么 他把耳朵一吴 别跟我说 别跟我说 就是这样的态度 他从小就爱告状 就像上我妈那儿 邀功似的 他说你家孩子 今天又咋咋地的 就这么说 我跟我妈有一次 他就不让我出去嘛 就那次我就争了命地 都想出去 都想我家住二楼 我想拿着绳子 然后绑着绑着 爬下去那种 因为我姥姥从四川回来了 然后我就要去他家 就是寒假嘛 他就不让我去 然后我俩在电梯后 我就要按下 我妈就不让我下去 我俩在一起 一个礼拜一句话没说 离开妈妈 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的 这种感受 你会怎么描述的 其实说句不好听 我觉得更像一家人 跟姥姥姥爷更像一家人 姥爷 跟姥爷 跟姥爷更像一家人 因为我觉得我姥爷吧 可能慈祥一点 姥爷总跟我说 就问我开不开心 他从来不问我 学习打电梯 他就问我你开不开心 小陈如果让你在心里 排个序 就是姥姥 姥爷 还有你妈妈 按亲密程度来排序 那咱们不排重要 但是我就排亲密的 重不重要 我说的就是亲密 亲密的话我姥爷第一 我妈第二 第三是姥姥 她还没排上你 就为什么妈妈 能排上你的亲密榜 她对我言是言 但是她对我是真好 就是每次我在学校 就是惹出啥祸啥的 就是第一时间就拦着 然后自己买啥东西不可 然后给我买 如果说让你妈妈 稍微改变一点 你希望她改变什么 我希望她温和一点 就是笑容多一点 她一跟我说话 就嗷嗷的 她要是好好跟我说话 就是督促我说 你改呀这个某名啥 我其实慢慢能改 但是因为她是急得脑的 我就是不愿意 跟她再对话了 我觉得就是孩子 就是因为问题挺多的 我也挺关注教育这方面的 工作号里 就是教育方面的文章 我也经常在看 我愿意去改变 如果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就是说 她排了这个亲密程度 你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她应该 就是把她老爷 放在很重的位置 因为她老爷 为她付出非常多 但是我觉得她说 只是说得挺好听的 她做的时候 我没觉得 她对我父亲 有尊重 还有就是反过头来 回报过她老爷 我说老爷 现在已经76岁年 你马上就是80岁人了 你为什么让她天天 去上外面给你买饭 你力所能及的 你能不能去买饭呢 可以心疼心疼她 对 我很心疼我父亲 一个快80岁的老人了 她什么翻译 她没有改变 然后就是说有一次 就是我姐姐回家以后 发现她从卧室里出来 出来第一句话就说 那个爷你给没给我买饭 你有手有脚的 你20岁人了 你天天你在家躺 睡觉睡到中午 你起来还问人家 给没给你买饭 现在还是让老爷 每天出去给你买饭吗 我不让他买 他也会给我买的 并不是你要求老爷 有时候是 但是我早上 就是我不吃我老做的饭 如果他看着我不吃的 他就会给我出去买 就是说我感觉 他像鸡成虫一样 我说你要是心疼你老爷 有些时候老爷做家务的时候 擦地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尽你所能的 你去帮你老爷擦 那他得开心死了 比你给他买什么 他都觉得你是在关心他呢 其实你这么胖 你就当自己去减肥了 我可能就是跟我老爷 从就是相处吧 我俩就是比较 就是跟我跟他就是相处 就是没那么紧绷 我俩说话有点是开玩笑的 很随意 就是对对对 我就觉得我跟他 我想到什么 我就跟我老爷说 有时候我跟我妈说 你妈妈讲的这一点是说 当我感受到老爷对我的好的时候 我也应该对老爷好 但是我上班挣钱 我第一个就给我老爷买一楼 但是我也跟你说了 我说你现在没有挣钱的当力 你刚才说我从来没收到 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不是说用钱就能够到别 我帮没帮倒别 天天咱家擦地 女儿在老爷家的表现 让陈女士心急如焚 她看到的是一个自私自利 好意勿劳 不懂感恩的女儿 可是心里老师李金平却认为 要解决女儿的问题 陈女士应该率先做出调整 为什么你跟女儿之间的沟通和教育 都是不畅的 首先说沟通方面 你在这个现场的表达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当你气势凌人的指责说 你老爷对你很好 你应该孝顺他 那么你是应该帮他干点活 帮他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 你的女儿就回应了说 我怎么会不做呢 我也做难道我没帮你做事吗 那么你马上回应的就是 你帮我做事是应该的 道理上是应该的 但是女儿只是回应你说 我不是说不帮长辈做事 那按照道理来讲说 女儿如果回应了你说 我帮你们做事了 那你接下来的反应应该是 你确实帮我们做过事 但是你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那我们觉得顶多说 这妈要求高一点 但是呢是对的 可是你马上前半句是指责 后半句就不讲理 那我们怎么跟这样的父母沟通呢 这是没有办法沟通的知道吗 为什么你的教育会不差 因为你很清楚自己 是被自己的父亲给宠坏了 你对自身被宠坏这点是很恐惧的 那么你对女儿的教育 你只看到了第二个你 而你看他第二个你是什么 就是所有糟糕的地方 所以你的目光当中看到的 都是他身上的缺点 你看不到他原本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包括他的优点 无论你在这个现场 持一个什么态度去指责他 他回应给你的这种态度 我们觉得他的亲情链接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情感模式是健康的 而你的情感模式是不健康的 在这一点上 你的女儿是要比你好的 对于李金平的建议 陈女士虽然愿意虚心接受 可是他却坚持认为 光他一个人的改变根本不够 女儿的教育 需要在老爷的配合和支持下 才能顺利完成 那么在外孙女的教育上 小陈的老爷会持怎样的观点 他是否像陈女士认为的那样 对小陈过于逆爱 老爷您好 他们过来调解您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知道 您同意他们来调解吗 支持他们吗 支持他们 教育孩子嘛 教育大人嘛 那老爷您觉得 教育孩子要教育他什么 教育这个大人要教育他什么呢 大人我就觉得 要改他们那个脾气 管理方法 他管理方法非常粗暴 这个孩子 你们可能也了解吗 他单身家庭 从小就在那个封闭市的幼儿园 上学就在封闭市的学校 一个月他回来回家一次 长期养成的那个性格也有点骨皮 他们说到 就是包括孩子自己也说到 就是说老爷特别疼他是吧 您说这走上极端是什么意思呀 他一会儿在家出走 咱就跑出去了 不好找他呀 我就是跟他讲道理 但是有时候 你跟他讲道理讲多了 讲他痛楚啊 完了以后他妈就翻脸 一摔脸就出去了 从小就养成了这种毛病 你看你没办法 有的孩子一书套 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毛病 就容易改 那老爷您觉得就是 您对他的教育方式 跟他妈妈对他教育方式 有什么不同呀 从他基言呢 那就容易搞极化矛盾啊 容易这孩子造成一种地方形成 完了就容易走向反面 明白 现在这关键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教育他 在社会上会做人 讲规矩懂道理 因为今年你女儿说 他觉得孩子好像对老爷 也不是那种很尊重啊 很体贴的那种 老爷您有这感觉吗 他有时有 但是有时关系来他就很这样 你说我有时候 我要有点病啊 怎么玩 打了电话 快去到学校就跑回来了 叫我到医院去啊 你要不要有我请你买啊 他也懂 电话那头老爷直指 小陈虽然任性 但却是个知冷知热的孝顺孩子 可陈虽是确认为老爷放大了女儿的优点 在女儿的教育上 他希望借助这次机会 跟父亲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沟通 爸 我跟你有几句话要说 就是因为你 就是对孩子过多的溺爱 也是物质要求 也是对他就是说有求必应 所以也是造成了孩子就是说 不求丧尽了 对未来他没有追求 没有影响 就暗于现状了 就不愿意去学习了 你想没想过 如果你要不是说这么袒护他 永远去做他那个 背后的那个避风港的话 他有可能会很听我的话 就不至于跟我这么对着干呢 以后我不那个吧 我就不管他就行了吧 不是 一跟你说起孩子的事 你永远是这个态度 就是咱们之间的话 就包括我有问题 你也可以说我 我愿意去改变去 但是每一次我跟你说的时候 你都是说 那我以后不管孩子 都是以这种 我们在说孩子的同时 就是在说你 就是说你这个包袱 要不放假的话 你跟任何人都沟通不了 孩子的问题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 甚至家里人现在 也不敢跟你谈孩子的问题 看着孩子的问题 都不敢跟你去沟通 老爷您别急 女儿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在孩子这个问题上 就希望家里人 大家想法能够一致 就这个意思 您别生气 您稍微等会儿 还有一个老师 想跟您说说话 您等会儿 你好 就是我们自然法则里面有一个适者生存 其实包括您还有我们中国很多的家庭当中 其实就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 就是保护他去生存 说到您很疼这个孩子 对 但是我觉得疼和惯着是不一样的 有些孩子自己走的路 自己要面对的事情 还得让他自己去面对 但是您现在就是他想要什么呢 你就满足他 这个就有点惯着 说得对 但是我也有一句话 一个人抓极其因素越抓越极其 要抓他消极其因素 他越抓越消极 所以你看到他们有点要鼓励他 看到他的缺点去纠正引导他 您看这个小陈他马上他就要去上大学了 这个上大学了是大孩子了 老爷就让他更自立一点好不好 对 对 对 好 在老爷看来 一味地批评孩子只会让孩子更加逆反 我们在纠正孩子缺点的同时 应该多肯定孩子 鼓励孩子 针对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 调解员胡建云会做出怎样的评判 他会更认可陈律师的教育方式 还是更支持老爷的教育理念 小孙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其实你外公也很尴尬的 他其实真疼你 疼你嘛老人家嘛 他肯定就会怪你 而怪你的话 那妈妈这一边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他必须要考虑到对你的影响 所以他必须也要站出来 这样的话跟老爷就会有意见上的对立 那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教育之外的家庭矛盾 说白了都是为了 那比如说如果老爷他买手机给你 你学会妥善地去处理 比如说不买 或者说按妈妈的要求不乱用 那这样的话老爷开心 然后妈妈也开心 所以这个正洁还要靠你 将来这种事情还会有 你知道老人家为什么要怪你 并不是为了破坏你们家的教育 他也需要一种价值感 他也有他的教育理念 只不过是在具体的事情上 有些时候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把握住 还得所有的人 包括小神在里 大家一起参与 老爷这个问题 可以给家里面很多老人家提供一个借鉴 怎么来把爱更好的交给下一代 但又不要给教育添乱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老爷的做法 在家里面也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当小神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 或者某些方面他想不过去的时候 老爷这一边会给他一个安抚 给他一个希望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他在某些行为上是要担心 但是在某些方面 你又会发现小神有很多亮点 比如说小神是不是自尊 自立 自强 显然有 比如说说到一些不该说的事情 他知道不应该说 然后有一个点 就是说刚才主持人 请他排队亲密关系的排队的时候 他很自然地说到 重要不重要不好排 要排就排亲密 意思就是如果说要重要 大家都很重要 是吧 但是你要说大家感情亲不亲密 我得排一下 那肯定是老爷是最亲密的 很客观 很懂事 而且他在这么短时间 瞬间 他可以区分出里面的这样一个重大关系 然后再说这个感恩的事情 你也希望他将来去感恩 我觉得他只要不受到具体事件的干扰 就是比如说大家在争执某一件事情 然后肯定会有一些很重的话说出来 只要不受这种干扰的话 他对母亲 他心里很清楚了 知道母亲对自己是真好 然后他对老爷 他也有一种很朴素的想法 他说我有钱了 其实意思就是我有能力了 我肯定好好的逗老爷开心 他是这个意思 说明他心里也懂 只是有一个事实摆在这里就是 居然在全家都很瘦的情况下 先胖起来了 对不对 孩子胖了 我们简单地会说 你好 贪睡 等等 不一定 我们还可以往里面去挖 很有可能会看到 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渴望生活很开心 都在探究世界 可是他的生活环境使得他是在敷衍世界 敷衍生活 那这个时候他会把他的注意力 因为敷衍的嘛 对生活嘛 他会放在所谓的吃和玩乐上面去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小陈的教育应该在全家人的共同配合下完成 既需要陈女士这样唱白脸的 也需要老爷这样唱红脸的 毕竟大家为小陈好的心情是一致的 对于母女俩的问题 观察员们怎么看 在小陈的教育和母女关系的修复上 他们会给出哪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给小陈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培养如何爱自己的能力 去管理好自己 就像你开始去健身一样的 去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 去锻炼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 去锻炼自己提升生活质量的能力 然后进一步地去爱自己 当你知道如何爱自己的时候 你知道对于妈妈来说 她的心就放宽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去提升 如何爱他人的能力 妈妈妈一直说 你没有实际行动去感谢 对你那么好的外公 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地去分担 外公外婆 他们那点生活琐碎 比如说定时地给他们打电话 关怀问候 那这也是一种 关爱别人的能力的提升啊 不要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婴儿 你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让你的妈妈 让你的外公外婆 看到你的未来 我总觉得嘛 孩子是他天生 他有一定自己的气质 你只能去开发他 你只能去教导他 你不能去决定他 不能想去改变他 做母亲的 其实你会觉得最幸福的几年 就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对不对 你觉得他全心全意地 依赖你 依恋你 妈妈妈妈不停地找你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 你觉得这个孩子很烦 会让你很苦恼呢 就是你开始想要改造他的时候 现在孩子也这么大了 也唠叨了这么多年 其实效果都不是很好 是吧 其实可以去放手 让他走一走了 你应该还记得你女儿 第一次学会走路的时候 是吧 她是不经意 很自然地就学会了的 其实很多东西 你不需要教 她自己是会的 做母亲呢 我最不赞赏的就是 把自己生活的重心 寄托在孩子身上 做这样的母亲 是不开心的 我们现在推崇的母亲是什么 自己穿得漂漂亮亮 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两个人一块去玩 做朋友似的 所以我觉得 与其你把你的生活的 焦点和重心 寄托在别人身上 不如你自己寻找你自己的人生 你每天假设去看书 跑步 学插花 你的女儿自然也耳濡目染地 去跟着你学 自己先改变自己 把自己变得更好 更好相处 那么就像重新再交一次朋友 重新再做一回母女的感觉一样 我先和妈妈交流一下 你认为是你失败的婚姻 造成了对孩子的伤害 你心有愧疚 我个人认为 一个孩子 他成长健康与否 与有没有一个形式上 表面上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不能花等号的 孩子一个正常的 一个健康的成长的空间 应该适合她的父母 她的家长的状态 是最相关 而今天陈女士 你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状态 完全就是一座冰山 你给家里 给孩子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焦虑压抑 你错误地认为 我的婚姻解体了 这就是失败 然后你就有更多的愧疚 更多的期待 投射在你女儿的身上 所以我希望妈妈 做两个调整就好 第一个建议 是我听到小程说的 她说得很好 希望妈妈笑容多一些 第二个建议 焦虑少一点 当你的女儿感受到 我的妈妈变了 她有笑容了 她会和我 说一些更幽默的话了 这个时候 根本就不用你 去说什么道理 她自然就会感受到 我们总会发现 操心的父母 总是在追着孩子 可是 可爱的父母 却是孩子追着她 就像我们去赶老母亲 要回窝一样的 我们非常辛苦 但是孩子就不一定 往那里跑 我们拿出有趣的 可能孩子也被我们所吸引 你看今天小程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她是说出她的心里话 她有她的缺点 也有她的优点 那我们怎么样 通过鼓励她的这些优点 让她找到信心 找到乐趣 我想提醒陈女士要注意的 在你以往的过程当中 跟你女儿相处的时候 她为什么会跟着外公走 真的是 仅仅是因为老爷在宠她吗 其实她已经说了 有一部分是因为 她觉得亲切 好不简简单单的 就是老爷能宠她 但是在你这里的话 会不会少了一点 就像你所讲的 你可能会更加关注的是 你们两个小家庭里面 危机的那一面 所以你内心会充满焦虑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真正影响到孩子成长了 往往是大人放大了的焦虑 使得孩子们远离父母 害怕父母 因为每一个人都害怕批评 每一个人都讨厌批评 我们把批评扔给孩子 以为是为他好 结果呢 这也是你们两个之间 缺乏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来聊一下成长这个话题 那这个我要跟小陈聊 所谓的成长 其实就是获得更多的角度 去看问题 有一个角度很有意思 叫每个人的角度 大比方 像你到寝室里面了 有些同学跟你相处不太好 你们俩马上就要发生冲突 你就想一下 他的角度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换位思考 那我们就要不到密室里面 去规划一下未来 好的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此次密室调解的重点 是让母女俩打破以往的 沟通和相处模式 建立全新的母女关系 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观察员李凡 带着小陈来到密室 小陈告诉李凡 她其实很在意母亲的感受 但是让她苦恼和沮丧的是 无论她怎样做 都得不到母亲的肯定 其实我总跟她聊 我天天都问她吃饭 我说没吃饭我也送过去 我都觉得白做 因为她只会看到我的缺点 她从来都没夸过我 然后就从来没会说 我闺女对我好 她心里都知道 小陈我跟你说 她心里都知道 只是有的父母 她不一定会说出来 对于自身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 小陈说她很愿意改变 只是她希望母亲能换一种方式跟她沟通 她要求别人挺难 就是如果起脸的时候 镜子上有水 就她都要求你擦干净 有一次我都要睡着了 她把我叫起来又擦了一遍 如果她要是擦完之后 她自己擦完之后跟我讲 说你现在我也要注意 那那你 就我更能接着 密室的另一边 调解员胡建云跟陈女士正进行着沟通 调解进行到现在 陈女士最担心的 依然是女儿的生活状态 她这种 现在这种消极的状况 我应该怎么样去调解呢 胡建云认为 在教育孩子方面 家长应该多在孩子面前示弱 这样孩子才能学会分担责任 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除了学习 休息 吃饭 他没有别的事情 基本上就这个事情 对 其实这样的话 里面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出来 上网或者玩手机 你怎么就没时间玩手机呢 你会告诉我 你要操持整个家 要照顾孩子 所以家长没有时间 而小孩有时间 经历太多了 无事可做 要么是经历太多了 要么是责任太少了 家长要在孩子面前 适当地示弱 不要扮演金刚 无所不能 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责任分担给孩子 我们造就了一种关系 这个关系使孩子们 不用去理会 关心 照顾家人 那这样的话 他们很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和理由去 偷控 去玩 他认为好玩的 我自己是做过实验 我就发现 其实当我们大人 适当地去依赖孩子的时候 孩子就立起来了 有责任感 对了 孩子的责任感来了 他需要拿出的时间更多 他必须去关注 哪些方面需要我去照顾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被肯定 被依赖 他会愿意去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 很可惜 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 都被不断 孩子只要忙学习 其实就是忙服从 听了胡老师的建议 陈女士主动要求 胡老师指出自己的问题 并且表示愿意做出改变 密室调节进展得很顺利 那么走出密室 陈女士和小陈 分别有什么话 想告诉对方 他们又会以怎样的方式 开启全新的母女关系 欢迎收看 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母女二人 各自有什么要说的话 觉得我妈说的生活习惯上 我觉得确实做得不好 自理方面应该强一点 然后自立一点 然后对妈妈和对家人 不好意思 妈你别看我 我看你 就是对妈妈多一点关心 然后不能做那些 小时候犯的错误了 在大学好好生活 认定要做的事不能没有毅力 她现在可以转过头看你了吗 可以 经过老师的调解 我想尝试一下先改变我自己 我愿意换成她能接受的方式 去跟她沟通和交流 去帮助她改变 从今后呢 我要是能开点玩笑 我就开点玩笑 多带给孩子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当然是希望回到家 跟妈妈两个人勾奸搭配 一起做饭 一起闹闹 都好 这一点可能是 陈女士不太习惯的 因为我的母亲从小 都对我没有过分亲密的动作 所以我跟她我也很不习惯 跟孩子多一点互动 最后你们俩完全可以来个亲密一点 不抱了 不习惯是吧 必须克服 以后你妈妈在家 就习惯 跟你特别开心 那来吧 勇敢一点 没上 其实平时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亲妈 也有就是牵手拥抱的时候 小陈 大方一点 没关系 握手啊 这太僧俗了吧 来吧 以这个为起点吧 慢慢靠楼 慢慢报警 好的 这就在中秋节完成 好吧 可以回家了 好 调解进行到最后 陈女士整个人都是放 放松的 不论是嘴角不经意露出的笑容 女儿上来时握手时的调侃 还是主动起身跟女儿拥抱 陈女士的改变显而易见 希望天下做母亲的 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能多一点笑容 少一点指责 就像调解员 就像调解员胡建云所说 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 往往是大人放大了的焦虑 只有多肯定孩子的优点 都给孩子以积极的引导 孩子才会更自信 更健康 跟父母的心 也会靠得更近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